接下來是我當初跟各位講的基本提示告訴你的 要背公式 你公式沒有背就不用講 很多事都不用做了 要把公式背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什麼叫背公式 要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你最好能夠用中文講出是什麼意思 密度就是單位體積內所含有的質量 叫做中文 中文 通常你們都是喜歡背英文 背的d等於v分之m 那你就要清楚每一個英文字母代表什麼意思 d叫做密度 b叫做體積 m叫做質量 英文字母只有26個 你的公式有一堆 所以有些公式用到相同的英文字母 比如說m 背的m是什麼東西 質量 你看 你還學會說墨濃度有沒有 墨等m成v有沒有 m是什麼東西 墨濃度 我就問過學生 墨怎麼算 墨等m成v很好 什麼是m 質量 我勒 好 搞清楚你這個每個英文字母代表什麼 你這單位有用 等一下要用了 OK 要注意單位 該用功課用功課 該用功勁用功勁 三年級會學什麼牛頓啊 什麼教人啊 要注意 要注意 我跟你們講過了 很多年前的CEO生來問我問題 那時候就被我瞪 被我罵 為什麼 他的問題有兩類 有一類 有一類 第二類叫做 單位弄錯 然後跑過來出單位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不會弄錯當然不一樣啊 都是這種題目 都單位弄錯總可以 所以要注意單位 該用功課用功課 該用功勁用功勁 該用牛頓用牛頓 OK 然後注意限制條件 目前為止 你們大概只學過一個有四條件的 剛才講不只一個啊 一種叫做 只能用在某某地方 比如說 浮體公式只能用在浮體 比如說抑壓公式只能用在地體壓力 還有就是要有條件上的限制 比如說你們有學過那個壓力公式P枚F除以0 F跟A要互相垂直 然後等到三年級才會學公式 這個要互相垂直 這個要互相平行 要注意限制條件 該垂直就要垂直 該平行就要平行 要平行限制條件 這個我們三年級會再出現 背公式理論上對我而言 一個就夠 R給I分出V 我就可以處理V 我可以處理I 我可以處理R 對我而言一個公式就夠 如果不需要背成三個公式 可是有人數學很差 就一定要把它變三個公式不可 那我也沒辦法 那如果真的有困難 我們講過我們交通的小飆蟲 你們都還記得嗎 小飆蟲 寫下來 來 R給I分出V 上下是處左右是 乘 然後呢 反正用的遮起來 想求V V遮住 V就等於什麼 RXI 要求R就R遮住 R等於什麼 I分之V 要求I把I遮住 R分之V 用公式小飆蟲來幫助你知道該怎麼算 我講過了 你如果數學OK 這東西就這樣做 你看到就好 你如果數學不OK 常常搞不清楚 那你誰該成誰的 誰該成誰的 就會這樣做 小飆蟲幫你忙 我後來我看到別的老師 把我都拿起用 你叫小飆蟲 小胖胖是學生群的 這不是我主 小胖胖是學生群的 那是看你講小飆蟲 又叫小飆蟲 結果又叫小飆蟲 結果又叫小飆蟲 小飆蟲 可能就看了我的東西 多去用 或是沒關係 這也不是我發明 就是我從外國的書上看到 這也不是我發明 所以大家哪用沒關係 也不要說自己說 我好厲害 我有這個東西 不是我 這是國外的書上寫 因為國外的數學比較 國外的數學比較爛 我會爽 所以就要幫他們講點辦法 他們知道怎麼爽 好 我要跟你講過了 公式有個重要 算什麼帶什麼 算什麼帶什麼有兩個意思 D給V分之類 V是體積 你就要給我放體積 M是質量 你就要給我放質量 所以公式備好 公式的意思是大 你知道這裡要放體積 這裡要放質量 該放啥就放啥 第二個 意思叫做 要算酒精的密度 請帶酒精的體積 請帶酒精的質量 你不要給我找一個水的體積 鐵的質量 去給我算酒精的密度 你知道是誰會那麼笨 叫我不要那麼笨 尤其是到三年級學電學之後 電路上面有RIBR 電阻電壓電流 要算假的電阻 要用假的電壓 要用假的電流 結果就有人拿乙的電流 乙的電壓去算乙的電阻 所以亂算 拿書亂帶 搞不清楚狀況 懂得懂嗎 要請你注意 考試的時候寫計算題 公式寫下來要注意算什麼帶什麼 該放體積 該放質量 算A不單A的 算B就再來 B的 就是要請你注意 我們如何去背公式的重點 OK